小火车 怎么是小火车 这是要干什么 静媚 静媚 怎么画 现在大脑里看不出来 你帮我想想画什么 黄锦璐 你这个人比 我知道 你这个人比较冷酷 不如你就画一个獠牙 就是那种 冰面獠牙那个 代表你的冷酷 那种冷酷的气质 你再画一个 你不是陆柯然吗 画头虎 画头虎 你太高估我的 画画基础 画画基础太差了 那个画不出来 你们之前都会画画吗 太丑了 先打个草稿 我的妈呀 我真不知道什么画 我的画画基础真是太差了 真是 你知道吗 我说实话 我画出来的画 和我的品味 有一点点的差距 我再给她一个点睛 是 怎么样 就是 这个是我的 就是 所以就是 手分面包 能看出来吧 你看我说 你可以 不要一下 我就不说了 就是这个面包 然后 下面就给她加一点 小配饰 这个小猩猩 然后上面就是我 然后我的就是这样 我的这个 到时候 中间这一颗 要采用南非的钻石 然后把它这样子给盯上 旁边就要用那种金箔银线 然后把它们把空白处填满 然后我的英文名字叫 S也是代表星星的寓意 我平常穿衣服什么的 就也很喜欢买星星元素的东西 很亮 闪亮 对 好了 我这个其实很简单 跟青春制作人的一个 Logo 这是LYX 是刘雨昕 上下是雨伞 青春制作人叫做雨伞 因为我很喜欢哥特字体 所以就 把X和S 变成了 比较特别一点的字体 因为我的那个 因缘色是 新蓝色 所以就会用类似的一个 颜色来代替 我的这个呢 是 暗夜玫瑰 一起连在一起 Black Key 然后两个S是代表翅膀飞翔 然后就等于我 是被我粉丝一起 我们一起向远处飞的那种感觉 然后整体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暗夜玫瑰 脸就是肤色稍微弄到最白 就是这么高 然后呢 耳环要大一点 然后 耳环要大一点 耳环 耳环 这么大够吗 这个赛 可以多两个 然后脖子稍微弄长一点 脸就是瘦脸多一点 腿长一点 搞一个领结之类的 眼睛有神一点 不要老是睡眼 我想要稍微加一点红红的 那种粉粉的那种肤色 像人间水蜜桃一样 一定要突出我的长长的睫毛 然后要很翘 下睫毛 要跟上睫毛一样长 帮我剃掉一边 然后上面有一个K 可以的话呢 帮我加两个狐狸耳朵 然后后面狐狸尾巴 我希望能够珠光宝气 你最喜欢珠宝 不是 就简约但是呢 又那种华丽的那种感觉 感觉我了是吧 然后我要求很简单 就是瘦一点 复合一下我高冷的形象 好吗 不高冷吗 我不高冷吗 不高冷 大姐 好了 谢谢各位青春去解释 谢谢各位青春去做人们 谢谢各位青春去做人们